畫面廂 串 串 串 哈囉 各位設計師們大家好 我是維美髮學院 我是劉老師 我在現場 我有看到很多的設計師 要剪這種 捲的頭髮 它的困擾就是 它用指剪刀去剪髮尾 那髮尾通常剪完之後 它的那条线是硬的 是厚的 是齐的 可是呢 这个卷的头发 它是需要带一点柔眉 发尾式肩膀 自然柔眉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本人刘老师呢 非常非常爱用的 而且是效果非常的好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 剪法的秘诀的一个秘密 就是我的 使用的第一个剪刀 就是61D 它去的发量 就是45%的 这个齿型非常的特别 而且很独特 效果非常的棒 那另外这一支呢 就是61D 它去的发量呢 就是55%的 那当我在剪轮廓的时候 我喜欢 简单 快速 俐落 效果又很明显的 所以我把这两支 我把它做一个结合 我要调剪一次完成的 这个头发呢 分成两层 那当然可以依设计师 他们你们个人的剪法习惯 来决定你要的层数 这个彩剪出来呢 我想要用这样的模式的 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超乎你的想象 而且呢会简化 设计师的一个剪法的 一个剪法的流程跟步骤 那裁剪就是这么的简单 两三刀就可以把长度 卡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尾巴 你们要看到像这个 这样的效果呢 你看哦 我的横切面剪裁出来 但是它的发尾呢 完全不会让它变成是很硬的 很厚的 那这个发尾以前要用一支剪刀去剪 何尝容易啊 要剪很多刺很多刀 还要再滑拋甩点 但是它的卷度是关的 所以我想要善用它的卷 残留下的纹路的卷度啦 可是轻松的完成 那接下来第二层呢 就对准它的剪 准导轻轻松的去完成它就好 也不用刻意去做什么 提高啦 斜拉啦 层次的部分的表现 那我们呢 就是可以直接 用这样的模式 好 那轻松的呢 我把我的轮廓线都已经决定出来了 那当我们在纹路上的呈现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束感 可以更明显 空井感可以更立体 那卷度的回卷可以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工具拆掉 单独用这一支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支呢 它的齿形特别 它能够让我的卷法呢 减轻重量 纹路上面呢 是不会毛躁的 所以解除了设计师 他在卷法上面 不能动刀的这个困扰 那这个特质的工具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完成 哪里缝过呢 质量是拿成倾斜的哦 好 倾斜的方法 这个呢 就是设计师最爱的 也是剪起来效果非常棒 然后让客户就觉得说 哇 这个设计师好强 怎么剪完头发卷度会更明显 维持呢 又可以更多的一个一段时间哦 来 那只要原来很简单的 要困扑怎么整理 把我的 造型瓶抹完之后 轻轻的去拨弄它的头发 它就可以 比原本的卷度更回卷 那亮度呢 会更有 卷度的空间 更立体 那效果是不是更棒